我身后这条街道因为北疆连日以来的暴雨上涨 已经被洪水淹没了 刚刚在场的群众告诉我呢 通过这条街道后面的树后面就是北疆 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水上涨的还是相对比较快的 包括说后面的一些沿街的店铺 现在已经被淹泡在了洪水当中 像我们在现场的时候 中午也看到来了许多来自消防部队的应急人员 他们在一趟趟的用冲锋舟将为里面的群众运送午饭 好大家可以看到画面里面周围现在有不少的群众 这些都已经是被转移出来或者是处于高处地带的群众 目前正在这边可能围观 然后包括大家看到现在靠近路的前面 也停放了一些冲锋船只 这是来自江门支队的冲锋舟 他们是通过省消防总队的指挥 统一来远持目前的洪水就在现场 大家可以看到在车辆的内部 现在还有许多的消防官兵正在忙碌着 可以看到在道路上 现在还有不停的有救援的车辆来往穿梭 大家可以看到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现在还是没有出现积水 只是在刚刚拍摄到的那一条临江的地段 目前出现了水淹 根据我们对于现场群众的了解 目前的大家的生活物资供应还是十分充足的 包括上午在路口我们也看到了有小摊小贩 就支着摊在卖一些 售卖一些水果和蔬菜 现在消防人员们正在将一艘冲锋艇 扛上道路路面 记者今天上午通过前期采访了解到 在这一条道路的中间路段 有一个安置酒店 上面目前安置了大约有80至90名的群众 他们是从地势较低的地方转移而来 目前转移酒店的一楼是没有停止了供电 因为为了防止危险意外的发生 但是一楼往上二层三层的电力 还是在正常的供应当中 包括记者刚刚在居民家中也看到自来水 目前还是正常的供应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冲锋州还是十分的大 需要四名消防官兵才可以把它搬运起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说目前道路两旁的一些商铺 包括说饭店已经停止了营业 但是在地势较高的地方 店铺还是在正常的营业当中 镇里的主干道目前还是十分畅通的 没有受到交通影响 来往的车辆也比较顺畅 是有些主要就是 以上就发现过来往的车辆也比较大 我们也从镇里面了解到 现在目前全镇已经是转移了 大约有3000多人 转移安置的有399人 大部分群众都是投靠了亲戚 或者说住到了一些朋友家中 然后其中现在镇区有三个安置店 分别是三个不同的酒店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洪水过后 由于冲出来了很多的杂物 现在还是有不少的一些生活的一些塑料瓶 包括说纸盒漂浮在水面上 当地政府也是做好了提前的预警 提前预告洪水的到来 并且提前通知群众转移 现在现场开始下起了小雨 其实在记者今天中午到达的时候 还是晴天 太阳还是十分强烈的 但是到了现在下午 大约2点55分左右 现场开始下起了小雨 我们也知道 就是这一次洪水的主要原因之一 就是由于上游的 包括说广东省内的持续的暴雨 导致了洪水上涨 现在现场的雨晴也越来越大了 一些群众纷纷的找地方避雨 而我们这边来到的资料显示呢 受持续的强降与影响 广东省是近日来持续出现了多个水温站点 超过警戒水位 北疆的干支流出现了全线上涨 广东北部的韶关市和清远市出现洪涝灾情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位于广东清远 英德市连江口镇 这也是本次受灾较为严重的镇之一 我拍的太稳了吧 而目前各地各部门也在一线作战 紧急进行抢险救灾当中 我们也从气象部门了解到呢 说未来的益州广东省的降水仍然会很频繁 22日韶关的北部清远的北部都会有中雨局部大雨 韶关南部清远南部和赵庆市会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下起了中雨哈 而据现场的群众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是今天上午的水位是比现在稍低一些 可能由于上游的来水增加 水位从上午到现在是出现了缓慢的上涨 通过广东水利厅的通报呢 我们了解到截至21日的16时 广东省内总共有24条河流 38个水文站超过了警戒水位 山洪灾害中小河流洪水治灾的风险是比较高的 截至21日的16时 广东清远市总共转移群众6701人 韩光镇光南社区就是我们昨天所在的直播的位置 也是进行了大量的群众转移 好 我们现在画面看到是一艘冲锋舟运送着群众出来 其实这一条其实是原本通往一些村居居民楼的道路 是因为洪水的上涨导致现在交通受阻 车辆已经无法进入 所以来往的群众只能通过冲锋舟来进行 大家可以看到消防官兵是踩在汤在水当中 牵扯着冲锋舟前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生 我觉得我们在坡局华均卷的上涨寺 据周围的群众跟我们的介绍呢 这条道路是通往北江的江边的一条道路 道路越往深处的话地势是越低一些 我们可以看到冲锋周上是一位妈妈带着她的孩子 现场现在下起了雨 您好 我想请问一下您是住在这里面吗 是 是 您是这一次就是出来转移转移出来以后是吗 是 是 就是您的孩子和孩子很好的是吗 是啊 您家是大概在淹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差不多一米吧 差不多一米左右 还在下吧 现在现在还在下 明明还会涨的 你还想着要退的 您是通过什么渠道联系到这个 就是转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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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r sounds 我没有打电话 没有打电话 穿出来了 好的 好 祝你们平安 好 祝你们平安 说我腌制了一米多深,然后通过发布救助求助信息朋友圈,然后是得到了救助,目前是转运出来。 大家看到现场的降雨还在持续。 记者从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4月21日,珠江流域共有44条河流发生了超紧洪水, 超紧的幅度是从0.01米到7.04米,其中北江是发生了2024年第二号洪水。 而据气象水文部门的预测,流域中东部地区降雨过程仍将持续, 北江水位将继续上涨,并且可能发展成为特大的洪水, 发展成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地质灾害的风险比较大,流域防汛形势目前比较复杂。 目前,珠江防总也已经向广西、广东、福建等省份发出通知, 指导督促各有关单位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责任, 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科学调度运用好各类水工程, 充分发挥水库蓝红消风错风的作用, 提前做好叙事红区运用准备, 提前组织危险区域的人员转移撤离, 权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冲锋州是又一趟出发了。 好,我们现在现场也还邀请到了连江口镇的政府相关负责人, 然后我们来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这里的具体情况。 你好。 你先做一个具体的介绍吧。 我是连江口应急副总指会李季杰。 现在我们连江口的情况一切还是很稳定的。 水情是现在的警戒水位是28.98米, 超警戒水位2.98米, 有下降的一个趋势, 情况就是还是很稳定。 那像我们平时这一条街道的话, 上面它居住了大概多少的居民呢? 其实这条街道就是我们这边的古街道, 还是有一千多多名的群众。 那目前我们这边在灾情来临之前都做了哪一些的应急准备工作? 我们灾情, 我们4月19号开始, 我们就开始接到下面的这个雨情的预警, 我们就开始劝离的这个工作小组, 就是对一些地质灾害点啊, 易老,易老点啊, 还有一些消波建防点这些群众啊, 进行逐一的上门去劝离。 确实不愿意劝离的, 我们就留守人在那里看过, 真的出现了雨情, 水情那样, 情况下我们要, 就要让我们动员他们马上要这里。 明白, 那现在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街道里边的供水和供电的情况是怎么样? 现在街道的供水供电还是正常的, 包括信号也是正常的。 人民的生活起居还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为这是我们街的比较低洼的一部分啊, 还有其他地方呢, 特别是我们这边公路这边两堂的小乡线啊, 包括一些餐饮啊, 包括一些生活物资的购买都还是能够买不到的。 群众的生活没有任何问题, 群众的还是很平稳, 没有任何一个不良的一些意义。 嗯,明白, 像我们了解到这个街道里面有一家酒店, 现在是作为了安置点, 嗯,那个里边的情况目前, 以及包括说供应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嗯,这里是这样, 我们的安置点呢, 是在这个地方原来, 因为这里是国内网站才上的水, 我们安置点就是他们做到无肉, 他们有饭吃, 有水喝, 有遗川, 还有我们的有医疗保障, 有房子住, 这无肉我们都能够保障, 他们的吃饭都是统一由我们政府外边, 把这个饭煮好, 嗯, 由我们政府工作人员, 呃, 逐步地送到他们的酒店门口, 让他逐步地下来这个领取这个饭盒, 酒店里面还有我们的社工, 全天厚地为他们服务, 他们有什么一些需求啊, 我们马上能够服务上去, 特别是一些老人呢, 还有一些, 呃, 呃, 有需要的一些病人呢, 我们马上可以能够能够能够得到我们的医疗啊, 或者扣成这个保障, 嗯, 明白, 那我们现在镇里边的救援力量到底怎么样呢, 嗯, 救援力量这块, 呃, 就是4月19号上午我们就已经成立了这个应急小小分队,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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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21人的应急小分队, 21人, 嗯, 到现在为止呢, 呃, 在我们省市委的这个强大的这个领导下啊, 对, 已经掉取了啊, 江门, 中山, 河山等几个救援的这个救援队到了, 救援队都到了, 已经严阵以待, 对, 需要我们呃, 只要群众医生医生一个电话, 甚至是我们旁边邻居知道的一些事情, 告知了我们, 我们马上上门可以为他们服务, 明白, 像我们刚刚在现场看到的这些救生艇啊, 包括说这些呃, 船都是来自于江门消防的, 我看到, 这次江门消防, 呃, 已经进驻了, 就是中山消防和还有我们的这个, 呃, 珠海消防, 啊, 还有佛山消防, 都准备马上要进驻过来, 嗯, 那现在这些应急力量之间是怎么样进行一个分工呢, 像我们看到这条街道就是由江门消防来进行, 主要是在我们应急, 我们应急指挥中心统一, 统一进行部署, 嗯, 呃, 因为我们连江口正分为三个区域, 这是一区二区三区, 每个区域就有不同的救援对在住者, 呃, 包括每个路口, 我们都有应急, 这个救援在路口, 群众一声哀嗑, 就马上就可以进行这个, 是就近的来给群众提供一个服务, 以最快的速度帮助他们, 嗯, 像我们了解到说, 这个地方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受烟的位置, 嗯, 因为它更靠近说北疆一些, 对对对, 连江口是原北疆而建, 嗯, 原北疆而建, 呃, 它的, 它的这个, 呃, 容易, 容易, 进水, 也更容易, 也容易排水走, 嗯, 这也是我们连江口吃, 所以说连江, 其实是我们, 呃, 北疆和我们连江的交配处, 叫做连江口, 所以这次也是我们一个特色, 也是我们也特别关注的一项工作, 嗯, 因为这个水, 就是我们的生活资源, 但是也是我们, 呃, 感觉到工作要放重点的力量, 重点的地方, 其实每年到了差不多雨季的时候, 可能咱们的那个防循压力都还是相对大一些, 一进了顺其, 我们就马上就要, 这些工作全部都要启动, 嗯, 该, 该要做的预案啊, 该要做的一些工作啊, 我们都全部要做好, 特别应急预案这款, 我们做, 做的还是比较细, 嗯, 我听说前面还有一个安置点, 我们可以, 对, 我们可以去看一看, 像我们现在走的这个道路, 它其实地势就相对更高一些, 这个是比街道里面还要高一点, 高一些, 好, 也好, 也还算好, 这有这个公路, 他们, 嗯, 在这里生活多年了, 也知道这些处置, 嗯, 我们也加大了这个对, 对这个, 对水情啊, 这一块的一个, 呃, 群众的各种自救吧, 自己的自救能力的一些, 我们平时的科普和宣传还是做的比较到位的, 你比如我们接到什么雨晴呢, 呃, 之后啊, 我们会发布给, 呃, 转发给我们村民, 嗯, 我们还通过我们, 我们镇里面的一个乡村新闻官, 就是他们村里面, 村里面的新闻官, 嗯, 我们的这个村民的每一户村民的微信圈里, 就知道雨晴来了, 他们就会, 呃, 做好相对应的措施, 提前做好准备措施, 所以至今为止, 嗯, 我们这里没有出现有什么人员伤亡的事情, 这些, 嗯, 也一直以来也没有, 嗯, 因为他在原浆里面生活居住, 他们也, 养成了这种习惯, 也有这个能力, 他们其实不管是我们的相关部门, 还是群众都有着相对比较丰富的去应对洪水的一个经验, 对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 这方面还是比较强, 对, 积极地展开自救, 包括说救援, 嗯, 还是很有趣的, 嗯, 他们, 呃, 大概水到了什么地方, 嗯, 情况是怎么样, 呃, 除了我们政府正确的一些引导之后, 他们也会很积极地去享用, 为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安置点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们, 呃, 政府这个集中安置点, 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 这里面大概有多少人呢? 呃, 我们这一次集中安置点的, 集中在永中安置点的, 这三家警战当中就安置了109, 对, 一共安置了109名, 对对一些, 呃, 我们一些, 呃, 呃, 一些地质灾害点, 我们可以上去看一看他们的居住环境如何 我们就到这一间吧 您好 打扰了我们新华社的记者 然后了解到您现在在这块集中安置 您现在是暂时居住在这个酒店里面是吗 您是哪一天过来的呀 我是20号晚上过来的 20号晚上是吗 当时是有政府的部门的人通知到您还是 我们是居委那里的人叫我们过来这边的 那现在您的家中的情况怎么样呢 就是房子泡了一大半了已经 泡了一大半 对呀 大概水有多深 已经过头了 已经过头 对 是大概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涨起来的呢 这个 应该是19号下午吧 19号下午 对 然后就20号 然后就20号晚上就慢慢慢慢就泡起来 然后我们就把东西搬走了 政府就派我们到这边来了 你就在这已经居住了住了一天了 一天多了 一天多了 已经一天多了 那在这块的吃的方面还有日用的方面是怎么解决的 都是政府派送给我们的 是会送一些盒饭还是一些 都是盒饭 早上吃面条啊那些的 然后刚才又派送了一些那个水和干粮那些东西 您现在是一家人都住在这一个房间里 对 我们一家三个 一家三个 我老公又上班 基本上家都顾不上了 就是现在就是 就是等水退了 就我们都想急着回家 急着回家 对 那 政府是做得很好 但是始终是家 家家里的 想着家里的那些 还是自己家里边住得更安心 对 对 您的女儿今年多大了呀 我女儿今年14岁的还没到 14岁没到 对 他们现在应该也是已经停课了 就是休息了 什么 因为洪水 不休啊 他们现在都停课了 上不了课了 上不了课 也是受到了一些洪水的影响 所以就 学校已经不开课了 对 这些是您带来的 也是您带来的行李 对 家当 就是临时带来一些 临时的用品 都有一些就是衣物啊 临时的那些 临时我没带 就是带到衣物 您家里面的那些 就是重要的财产 都已经转移好了吗 转移好了 我跟邻居好一点点 他 他临时让了一个房间 给我搬进去 您家就住一楼 我们是住 亚房子 很低洼的地区来的 比较低洼的地方 对 像您家那个位置的话 他往年会比较容易 也比较容易淹 知道吗 还是说今年的洪水 比较大一些 基本上都 每年春天都 都担心这个问题的 但是这今年的洪水 大一点 就泡的那个房子 比较高一点 每年每年都 都会有洪水发的 都基本上都 都能泡得到的 我们家 就是比较低洼的地方 对 又挨着河塘 又挨着河边 这样子 今年的雨也相对 更大一些 今年就连续下了 好多天的暴雨 这水就一下涨上来了 对呀 希望您生活顺利 希望您早日 可以回到自己家中 我们希望洪水 可以平安过去 打扰您了 谢谢 谢谢 现在我们从居民的 安置点的房间当中出来 我们了解到 好像现在 在连江口镇 有100多位 类似这样的居民 都是被安置在 酒店的房间当中 他们的住宿 包括说日常的吃穿用度 都还是得到了 相关的保障 那书记请您 为我们可不可以 介绍一下 就是说 如果洪水退去之后 我们这边 恢复生产的工作 将如何进行展开呢 这个我们也已经在部署 因为水市已经 有回落的迹象 我们的消杀物资 还有我们清扫 等等一些工作 已经提向了议程 也成立了相关的一些领导小组 包括购置一些清洁工具 这块我们都已经开始准备了 第二个就是复工故产 特别是在我们一些村委 也提前做好一些复工故产的一些工具的准备 比如挖机啊 包机啊之类的 我们已经开始 在做这项工作 就已经把工作做在前面 为后面的一些恢复生产做好 做足准备 尽早吧 尽早为他们 现在也是春更时节 他们也需要尽快地恢复生产 特别是对一些桥梁啊 还是一些工具的 一些损坏的 还是滑坡的 都我们要尽快地去把它恢复 也有些地方也不用等到 等到河水退去 现在如果雨是不煞 天气稳定的情况下 这些工作我们一直在开始推进一些 交通的飞铺啊 还有这个 上面那些桥梁的 我们已经开始在做很多事情 好嘞 感谢您的介绍 好谢谢 好以上就是记者从广东清远 应得带来的情况 感谢大家的收看 新华社记者将持续关注北疆性情 需要整理解immune的 Shoutout 最后见请准复 我们下一条 感谢鸡 到 。